大火快炒三两下功夫 一道山药蚝油海参端上桌 香气突敌 人家说海参是海中的人生 而山药是山中的人生 我们把这两样食谱结合在一起 另外一道料理 主厨把新鲜的虾仁 获进山药泥中 再包进薄薄的饼皮 放进150度的高温油锅炸得酥脆 山药虾卷呈现黄金色泽 让人忍不住想要咬一口 时令进入秋冬 正是山药最好的季节 往年一推出就秒杀的基隆山药宴 今年菜色依旧充满巧思 我们基隆的原生种山药 跟其他山药不一样的地方 它的口感很Q黏 肉质非常扎实而细腻 在短时间亨煮的情况下 它会呈现一种脆脆的感觉 酒煮很长的时间煮下去 它又绵而不烂 基隆山药是本地原生种 因为东北角多于低温的气候 使得基隆山药的口感 比起其他产地的山药更加绵密 同时山药具有防癌以及保护味的功效 是入冬极佳的保健食材 只是今年因为山珠出没危害农作物 使得基隆山药的产量只剩下往年的三分之一 显得更加珍贵 今年的山药大餐的数量 跟价格有微幅的调升 但是还是比市面上便宜很多 营养丰富的山药搭配当令食材 融入一道道的料理 一整桌的佳肴 现在不到六千元 就能享受到山海绝妙搭配的美味 在 发达新闻方正 基隆报导 民生大方式近在一小时 赶快订阅我们发达民生新闻的YouTube频道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